字幕志愿者 李文貳議員 分享議題結論報告及綜合討論 討論開始 首先我們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鐘福山代表報告 分享议题的讨论结论 天安 当才 这个约翰迪主席已经把 昨天跟今天 我们原住民行政会 各议议题的结论报告 这个结论 又向大方向 并且有许多具体的结论 我们希望这些结论 我现在就参与 交接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逐步的来落实 而且这些案当中 有牵涉到 相关的部位 你说像 怎么样去落实就业 可能有牵涉到 台国导委会 怎么样提升 原住民的平均所得 这个有牵涉到 经济部 又牵涉到财政部 怎么样提升 我们住民的教育 这可能也牵涉到教育部 又怎么样 牵涉到 我们原住民的平均余命 尤其牵涉到卫生署 牵涉到卫生署 牵涉到卫生署 怎么样提升优质的生活环境 缩短程 缩短程序的差距 也牵涉到经济会 跟经济部交通部相关的 部位 最后检讨 原住民权益的华会 这个当然 又牵涉到立法院 我们行政部门 全力配合 至于立法院 我们希望今天 有两位委员 在这里 那我们希望 能够来沟通立法院 尽数来做一个 完成立法的程序 我接到这个行政院之后 有几个法案 多是跟我们原住民 息息相关的法案 第一个就是 原住民身份法 第二个 原住民主发展法 第三个 原住民工作全力保障法 第四个 我们也牵涉到 原住民行政组织 有关我们原住民的 这些希望它 能够更发挥行政效益 能够对我们的原住民 做更多的服务 在行政方面 怎么样 做一个修正 另外也推动 原住民主自治 举办国际性 原住民主自治论坛 当然 原住民主自治法的草案 目前在原住民委员会 还在草民当中 那这些法案另外还有 用福家公园的 部分条文的修法 除了原住民生论坛之外 其他法案目前 现在都在立法院里 现在都在立法院里 因为我始终坚信 我们怎样照顾 弱势的主亲 让大家 可以 社里感 把它消除掉 我相信 这是被原住民 一种 慈难的正义 早早就应该要做 来 跟他说明 我们希望 所有对民会的代表 大家 相互 都在这些法院 都在这些法院里 有些法院里 的 的 是 是 的